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演讲体验 在台上的时候你紧张到语无伦次 只会盯着PPT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你觉得自己准备的材料特别详实特别精彩 可是台下非但掌声寥寥 有的观众还打起了瞌睡 一场好的演讲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就能帮你像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那样做出精彩的演讲 乔布斯是公认的演讲大师 自从1984年退出麦金塔电脑以来 乔布斯便向世界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独特的演讲 光是YouTube上就有三万多条他的演讲片段 甚至当乔布斯缺席2009年的Mac World大会时 有铁杆粉丝发起了示威游行 那么乔布斯演讲的魔力从哪里来呢 本书作者卡迈恩加洛是美国知名演讲培训师 他还写过一本畅销书 书名是像TED一样演讲 在这本乔布斯的魔力演讲中 他从演讲的基本原理出发 对乔布斯的大量演讲实力进行了分析 归纳总结 为读者解构乔布斯的魔力来自何处 作者相信 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 一个平庸的演讲者 也可以达到乔布斯一样的水平 接下来 我将分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第一 如何创作演讲稿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第二 如何设计舞台 提升观众的现场体验感 第三 如何掌控舞台 与观众更好的互动 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 如何创作演讲稿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如果把演讲比作一出舞台剧 那么写演讲稿 就是在为舞台剧创作剧本 一个优秀的剧本 是吸引观众的必要条件 吸引观众的演讲稿 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是直接了当的开场白 在开场白中 演讲者要简明恶要的 回答一个观众最关心的问题 你说的这些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当面对客户 你介绍的产品 能帮助客户省钱吗 能减轻他们的使用负担吗 这句话一定要简明恶药 直奔主题 让人一听就懂 例如在2008年6月 发布iPhone3G时 乔布斯就直接告诉观众 新一代iPhone的好处 售价减半速度翻倍 本书作者曾经帮助一位CEO 修改糟糕的开场白 这位CEO是这样开场的 我们公司是一家 做智能半导体知识产权 解决方案系统的开发商 能在大大提高 复杂系统芯片运行速度的同时 使风险降到最低 这段开场白 你听明白了吗 他不单不够简洁易懂 CEO说的芯片运行速度 与观众也没有直接关系 观众更关心的是 芯片速度提高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 CEO应该直接在开场白中 点名这个好处 经过作者指点之后 这位CEO开场白 变成了 你们手中拿的手机 所有使用的芯片 其中有很多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软件制造的 这些芯片越来越小 越来越便宜 你的手机也将变得更小巧 待机时间更长 这么一改 观众一下子就明白 芯片越来越小的好处 原来关乎自身的利益 手机会更轻便 待机时间会更长 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听下去 有了吸引人的开场白 还要吸引观众 把你的演讲内容听完 也许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课或是听讲座 听着听着 你会忘记前面讲的内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并不是观众不认真 毕竟参加一场发布会 除了媒体记者以外 观众是很少会记笔记的 这时就要求你设计一个 能吸引观众听下去的演讲稿 而关键就在于演讲稿的结构 这就是吸引观众的第二个要素 事不过三原则 大多数优秀的演讲者 在设计演讲稿结构时 都会遵循这个原则 如果我们把演讲稿 看作一个金字塔结构 那么演讲的主题就是塔尖 向下一级是要点 再往下是次要点 直到塔的基座 而每一集你要讲的要点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因为人的短时记忆 只能记住少量的信息 当代科学家的认为 要想让大脑轻易记住的数量 最好不要超过四个 假设你有七点内容 当你讲到第七点的时候 观众早已经忘了第一点的内容 作者发现乔布斯在大多数情况下 会避免出现超过三个要点 例如乔布斯介绍苹果的业务时 就把所有业务分成了三部分 在PPT中用一个木凳子表示 这个木凳子有三条腿 分别代表了苹果三部分的业务 第一部分是苹果电脑 iMac 第二部分是音乐业务 iPod和iTunes 第三部分是苹果手机 iPhone 事不过三的原则 同样也适用于次要点 在每个要点下 我们又可以分解出三个次要点 例如2008年6月召开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当乔布斯介绍iPhone3G这个要点时 他又分解出三个次要点 给苹果手机定下三个挑战 一是更高速的网络 二是在更多国家销售iPhone 三是更加优惠的价格 最后我们来讲第三个要素 用经典桥段来吸引观众 很多吸引人的故事里 都有一个经典的桥段 那就是坏蛋破坏了人们原本美好的生活 这时英雄及时出现 战胜了坏蛋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创作演讲稿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套路 乔布斯也惊于此道 他在演讲中引入一个坏蛋 让观众的情绪紧张起来 故事的结局 他在安排英雄出场 让英雄战胜坏蛋 乔布斯在各个时期都会塑造一个反面角色 首先当苹果产品进入新的市场 乔布斯会把原来的市场霸主塑造成坏蛋 1984年 苹果公司推出了麦金塔电脑 挑战当时的个人电脑霸主 IBM 乔布斯在股东大会上播放了一则广告 广告中 一群苦力工人正在聆听蓝色大屏幕上领导的训话 这时 一个健美的金发美女 手持大锤突破了重重包围 砸烂了蓝色大屏幕 这个蓝色大屏幕代表IBM 因为IBM被业界称为蓝色巨人 在广告中 他是那个象征强权的恶霸 而金发美女象征着苹果电脑 一个反对强权的英雄 这一分钟的广告 让苹果的股东们相信 乔布斯能带领他们打破IBM的垄断 其次 当苹果改进自己的产品时 乔布斯会把老产品线塑造成坏蛋 在2006年的麦克沃尔的大会上 苹果公司发布了第一款采用英特尔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而之前苹果电脑的处理器供应商是IBM IBM曾经是个人电脑处理器的先锋 在后来的竞争中败给了英特尔 乔布斯在这次发布会上同样竖起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大坏蛋 这个坏蛋是苹果自己的上一代产品PowerBook 它搭载了功耗高体积大的IBMG5处理器 阻碍了苹果用户追求更轻薄更高性能的体验 在乔布斯列举完G5处理器的各种缺点之后 大英雄登场了 这就是搭载了英特尔库瑞二双核处理器的MacBook 最后 当苹果成为技术的领导者 乔布斯会把所有对手塑造成坏蛋 2007年的Mac World大会上 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 挑战的是市面上所有的智能手机 乔布斯在PPT上列举出了四种手机 它们要么有一个臃肿的键盘 要么有一根多余的手写笔 这些配置都妨碍了手机的流畅体验 到这里 乔布斯已经在观众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坏蛋 最后 乔布斯让大英雄iPhone出场 苹果公司革命性的推出触屏 手指直接在屏幕上操作 让交互回归人性 以上就是创作吸引人的故事的三个要素 分别是 直接了当的开场白 事不过三原则 用经典桥段吸引观众 除了演讲稿要吸引人 观众的现场体验也至关重要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如何设计舞台提升观众的现场体验感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减轻观众的认知负担 其中包含了三种方法 减轻认知负担的第一种方法是制作减捷的PPT 创作完吸引人的稿子 我们要不要把它一股脑的堆在PPT上呢 或许是简单些 把金字塔结构中的要点 次要点都摆上去 当然有不少人是这么干的 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 哪怕是一级一级的要点摆在PPT上 都会给你的观众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为了减轻观众的负担 乔布斯在制作PPT时 首先会使用精炼的文字 例如2008年的Mac World大会上 乔布斯提到了Mac OS X操作系统 在发布后取得的成就 他说 我很激动的告诉大家 在系统发布三个月内 我们售出了500万套 不可思议吧 这是Mac OS X系统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发布会 而配合这段话的PPT上 只有一句话 前三个月售出500万套 另外 为了减少繁琐的文字描述 有时乔布斯只给PPT配上一张图片 因为图片所包含的信息量 远远超过文字 能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例如 乔布斯在介绍itunes时 直接在PPT上放了一张 itunes主页的图片 如果图片要介绍的信息量也很大时 这时就需要配合使用箭头 而箭头在PPT上标出你想要表达的关键信息 就可以有效的减轻观众的负担 减轻观众认知负担的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易于理解的数字 数字很少能引起观众共鸣 因为他们通常来说是抽象的 所以如果演讲中必须要用到数字 你就得把它放在一个观众能理解的情境中 这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式是做类比 例如乔布斯在介绍iPod的容量时 没有说iPod有5G的内存 而是说把1000首歌装进你的口袋 显然装多少首歌比内存大小更直观 更容易让人理解 再比如2003年滚石杂志采访乔布斯 问他怎么看苹果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卡在5%这个水平上 乔布斯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市场份额比宝马或者奔驰在汽车工业的市场份额还要大 然而没有人认为宝马和奔驰会从市场上消失 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因为市场份额而吃了很大的亏 5%的市场份额听起来好像很小 乔布斯通过与汽车工业做类比 直接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讲完了易于理解的数字 我们再来看减轻观众认知负担的第三种方法 控制演讲时长 认知功能的研究表现 大脑很容易疲倦 人的注意力最长只能保持10分钟 你的观众到了11分钟一定会走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控制演讲的时长 例如像近现代美国总统 为了迎合选民 演讲时长会控制在不超过20分钟 你也可以像乔布斯一样 每讲一个概念都控制在10分钟以内 中间插播视频 让观众的脑子休息一会儿 例如2007年的Mac World大会的主题演讲 刚好进行到第10分钟 乔布斯展示了一则为iTunes和iPod拍摄的广告 以上讲完了增强观众现场体验的第一个方面 减轻观众的认知负担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方面 增加演讲的趣味性 我主要给你讲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现场展示 苹果公司在2008年10月发布了MacBook系列电脑 新的MacBook使用了一个有整块铝板加工而成的框架 用这种技术制造的笔记本电脑 比前一代电脑更轻更薄更结实 而且看起来要酷得多 当演讲进行到第25分钟时 乔布斯开始谈论这种新的铝制框架 他本可以简单说两句 再展示一两张照片 但乔布斯让工作人员向观众分发了一些铝制框架的样品 每排一个大家轮流看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 乔布斯一个字都没说 他让产品自己说话 增加演讲趣味性的另一种方法 是邀请嘉宾上台增加戏剧效果 乔布斯的演讲从来不是唱独角戏 他会把舞台分享给嘉宾 为观众打造戏剧般的效果 例如2006年的Macworld大会 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台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为此 乔布斯特意请来了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住证 欧德宁的出厂非常吸引人 他从干冰制造的烟雾中走出来 穿着一身白色的无军防护服 手里拿着一块圆形晶片 他走向乔布斯并说道 英特尔公司已经准备好了 有一次乔布斯甚至请来了自己助阵 这个自己就是在电影硅谷海盗中 扮演乔布斯的演员诺亚怀尔 1999年的Macworld大会 乔布斯跟观众开了一个玩笑 先出场的是假乔布斯 他穿着乔布斯标志性的蓝色牛仔裤 黑色的圆领衫和跑鞋 开始煞有介事的演讲 当台上出现两个乔布斯时 粉丝们疯狂了 到这里 我们就讲完了增强观众的现场体验感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分别是减少观众的认知负担和增加演讲的趣味性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如何掌控舞台与观众更好的互动 写一篇合格的演讲稿 精心设计舞台都是演讲的前期准备工作 演讲最终要在舞台上讲 那么如何才能讲得好呢 这当然离不开反复的大量的训练 研究表明 在任何领域 要想获得世界级大师所达到的精通标准 需要练习一万个小时 这就是一万小时定律 乔布斯演讲的技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也付出了艰苦的磨练 最初发布麦金塔电脑的时候 他是躲在演讲台后面说的 到1997年 他回归苹果公司 已经可以自信的在台上来回走动 再到2007年 麦克沃尔的大会召开 乔布斯完美的掌控了舞台 那么如何才能像乔布斯一样掌控舞台呢 演讲者需要练习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包括手势和眼神 首先是手势 手势是思路的外在表达 乔布斯用手势来强调他要表达的观点 例如 在谈到笔记本电脑有一天会超过台式机时 他渐渐张开双手 以此强调笔记本电脑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扩大 练习手势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然流露 不刻意模仿别人的动作 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的老派的演讲培训师会要求学员把手放在身体两侧 其实这样做反而会影响演讲者的思路 因为手势是自然的行为 刻意避免用手势会分散演讲者的注意力 其次是眼神 眼神也是肢体语言的一种 研究表明 人们往往把眼神交流和诚实 可靠真诚自信联系在一起 回避眼神交流的人 经常被认为缺乏自信和领导能力 中断眼神交流 必然会断开演讲者和观众的联系 大多数演讲者花了太多时间来逐字读出PPT上的文字 而乔布斯从不长时间的看PPT 因为乔布斯的PPT太简单了 没法照着念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具备较强的脱稿能力和应变能力 先说脱稿能力 脱稿能力来自于对演讲稿的熟悉和反复的排练 比如乔布斯确切的知道每一张PPT上的内容 知道当PPT上的某个词出现时该说什么 演练的越是充分 这些内容越能够内化到他的心里 他就越不依赖PPT或者是提词器 和观众的眼神交流也就更多 其次是应变能力 有时演讲不可能完全按照你预想的方式进行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具备应变能力 你可以准备多个方案 比如在现场问答环节 通常你无法预料观众会问什么问题 但是你可以先预先想一下 观众会问什么问题 把这些问题归类 找到几个通用的答案 当观众的问题超出你猜想的范围时 你可以把问题引向你设计好的通用答案上 讲完了肢体语言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方面 演讲语言 这里的演讲语言是指语调 语速与音量 乔布斯通过语调 语速 音量的变化来控制舞台 首先是改变语调 改变语调的作用是活跃现场的气氛 你想一想 如果乔布斯说的话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语调 iPhone的发布会将会是多么平淡 乔布斯最喜欢使用形容词 例如令人难以置信 真棒 酷 巨大的 如果在说这些词语时 语调没什么变化 那么这些词语的冲击力就不会那么强 乔布斯经常调整自己的语调 永远让他的观众随他的思路而欢呼 其次是改变语速 在电脑上演示的时候 乔布斯通常会使用正常语速 但是当他出现标题或者是关键信息的时候 他会明显降低语速 这样观众才能记住 有时甚至会停下来 乔布斯不会在演讲中说个不停 在讲到关键点的时候 他经常会沉默好几秒钟 让要点慢慢渗透到观众心中 大多数演讲者听起来好像是在快速的讲述材料 乔布斯却从来不着急 他的演讲预先经过仔细的彩排 这能够给他充分的时间慢下来 停顿 然后突出他要传递的重点信息 最后是改变音量 改变音量的作用是增加戏剧性 乔布斯在介绍一款热门新产品时 就会这样做 他会降低音量 为之后要宣布的消息造势 然后在高潮时刻提高音量 他有时也会反过来 例如在介绍第一代iPod时 他提高音量说道 把你的整个曲库随时戴在身边 是听音乐方式的巨大飞跃 然后他又降低音量 说出iPod的撒手锏 但是iPod的最酷的地方在于 他能够把你的整个曲库 装进你的口袋 演讲者要训练的最后一个方面 是改掉口头禅 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口头禅 短的有 嗯 啊 长一点的有 知道吧 我告诉你 口头禅的作用 是填补思维空隙 在说口头禅的间隙 人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着 思考下面该说什么 平常说话时 口头禅不会影响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 但在演讲的时候 它会严重影响观众的感受 因为口头禅是多余的信息 观众只想听到干货 怎么样改掉口头禅呢 首先 你可以在练习时 把演讲过程录下来 只需录五分钟 常用的口头禅 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找到常用的口头禅 下次练习时 你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开它 其次 你可以询问周围的人 你可以把演讲录像给他们看 让他们指出 哪些口头禅 是让人讨厌的 只有尖锐的批评 才能让你改正缺点 最后 你还可以找一个助手 排练的时候 每说一次口头禅 助手就敲一次杯子 在杯子声的干扰下 思维被打断了 口头禅失去了填补思维空隙的作用 你也就能很快的改掉口头禅 讲到这里 这本乔布斯的魔力演讲就为你讲完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书的内容 要想成为乔布斯一样的演讲高手 首先你要学会创作吸引人的演讲稿 吸引人的演讲稿具备三大要素 第一 用直接了当的开场白 快速的吸引观众 第二 演讲稿的结构 要遵循事不过三的原则 观众才不会在演讲中迷失 第三 用经典桥段来包装你的演讲稿 没有人不喜欢大英雄打败坏蛋的故事 其次 增强观众的现场体验感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减少观众的认知负担 方法包括制作简洁的PVD 使用观众易于理解的数字控制演讲的时长 第二个方面是增加演讲的趣味性 你可以在现场展示产品 或者邀请嘉宾出场 制造戏剧化的效果 最后 掌控舞台离不开长期的训练 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方面的训练内容 第一方面是肢体语言 包括使用自然的手势 来强调观点 多与观众眼神交流 不要只顾着念PVD 第二个方面是训练演讲语言 通过改变语调 语速 音量 来调节气氛 制造戏剧效果 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录像 找人帮忙 改掉令人讨厌的口头禅 演讲能力 在如今的职场上 已经成为了标配 无论是公司融资 还是产品发布 都和演讲的质量有关 同样 一个创意 一项事业 甚至整个职业生涯 都取决于你能否有效的传达自己的观点 但好在 乔布斯的演讲技巧是可以复制的 一旦掌握了这些技巧 你就会发现你也拥有了乔布斯的超能力 好了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多谢观看